于珠高速绍兴高新区收费站附近凌晨两点多 一束强光缓慢进入监控区域 当它越来越近时 后方一辆大货车撞了上来 两车相撞腾起一大片灰 等灰散去 快车道上出现一辆车头变形的大货车 司机向过路车辆求助 两辆车属于同一家公司 前面这辆货车的司机说 当时车速逐渐降低到了14千米每小时 前车司机低速行驶 后车司机疲劳驾驶 负事故同等责任并接受了处罚